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百看影坛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部科幻片 时间规划局 主要讲述人类的流通货币变成了时间 拥有时间的多少决定人的贫富 而平民区的男主知道了富人区剥削穷人区的秘密 于是带着女主劫富气瓶改变世界的故事 定描述的这个社会的设定是 人类在25岁之后开始老化 只有一年的生存时间 要想活命就必须赚取时间延长寿命 28岁的男主威尔和50岁的妈妈 艰难地赚着每分每秒 就在男主时间不多的时候 在酒吧碰到了一个拥有一世纪的大佬 大佬被终点强盗打劫 男主将其救下 他告诉男主 只有少数人可以永生 绝大部分人必须死 时间规划局不停增长着 平民区的税收与物价 以使富人区的人得到永生 大佬已经看到这个世界 于是将自己的时间都给了他 然后跳盒自杀了 拿着100年的男主先给了好朋友10年 然后去找母亲 母亲却因为时间用完死在了他的面前 毫无相关的男主叫了辆滴滴 花费了几年的过路费 从12区进入了1区 男主在入住酒店的时候 被女主谢尔维亚看上 接着又在独闯遇见了女主和他的老爸 从他老爸那儿赢到了1000年 女主邀请男主去他家玩牌 男主在女主家后院 跟女主玩玩水聊聊天 女主更加喜欢男主 后来女主他爸找到男主玩牌 这要开始 时间守护者找到男主 坚称他偷了别人的100年 并将男主赢的1000年全部收走 只留下了两个小时 为了保命 男主挟持了女主 带他逃回了平民区 途中 女主父亲送他的10年被终点强盗偷走 两人本来都快死了 男主用他的平民生存法则 带女主活了下去 这使得原本因为被持结 而憎恨男主的女主 迅速变恨为爱 果然女人翻脸如同翻书 受男主的影响 女主也想改变这个不公平的时间系统 于是女主跟着男主 过上了劫富济贫的日子 虽然抢来的都是他老爸所开的银行的钱 他们将抢来的时间 全部分给平民区的人 但终点强盗 也正通过这些平民寻找二人 在找到二人后 终点强盗的头目要跟男主搏斗 却输给了男主 一行人都被男主杀死 后来男主发现 他们做了这么多 市场的税率毫无变化 男主打算放弃 女主问男主 他们要转移多少时间才能有影响 男主告诉他要100万年 于是女主又开启了坑爹模式 两人跑到女主爸爸的公司 打劫了他把100万 再三发完100万后 被时间守护者追上 时间守护者想要追击二人 却忘了向系统获取时间 结果时间又完 瞬间死去 这时男女主角的时间也要用光 两人正在推让 把剩下的时间给对方逃命 男主突然想起 时光守护者的车里可以获取时间 于是他们再次存活了下来 这部电影将时间变成流通货币的构思 十分新颖 也因此需要重塑世界观 格局也变得十分庞大 但影片的时长 并不够妥协不止 所要展现的格局 这就导致电影的情节仓促而不紧凑 在细节上有些突兀 比如男主母亲死后 男主立马抛美 强行把一部创意十足的空幻片拍成了偶像片 但这部电影也在一定程度上 映射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缺陷 反映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 也暗示了过度的剥削 必定会引起新的革命 具有一定的讽刺意味 总的来说 这部电影虽然不够优秀 但是值得一看 好了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吧